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爱家网的工作人员海东,今晚的心理健康急救中文推荐,将由我来为大家主持。 在介绍今晚的嘉宾之前,请允许我用半分钟的时间简短介绍一下今晚活动的主办方爱家网。 爱家网是一个位于纽约,服务北美华人家庭的新媒体,爱家网提供各类优质生活资源,方便华人家庭获得所需的资讯。 我们将不定期地邀请各个领域的生活达人做微信讲座,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希望通过这些讲座帮助到华人家庭。 我们也十分欢迎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建树,而且愿意帮助他人的朋友们自建,成为爱家网下一期的主题讲座嘉宾。 欢迎大家关注爱家网的公共号北美爱家,获得下期讲座的信息。 今天是爱家网主题讲座的第十一期,这期我们将和纽约亲子互助微信群进行联播。 纽约亲子互助是一个服务华人社区,提供各类亲子教育社区活动的非应利机构,欢迎大家关注他们的各类活动。 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和六月发生了好几起自杀事件,其中有功成名就的知名人士,也有人生道路还未完全展开的年轻人。 具体的情况大家Google一下都可以找到。 在大家缅怀生命宝贵的同时,对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急救的相关知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的关注。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名纽约市心理健康急救讲师Echo和冯涛,为大家介绍一下纽约市正在推广的心理健康急救中文培训课程,和在美国的华裔社区所面临的严峻的心理健康现状。 介绍一下今晚的讲座规则,在讲座进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发送任何语音、文字或者图片信息干扰他人听讲。 在讲座进行到最后20分钟时,我们将开放大家通过文字进行现场提问,所以请大家把问题留在那个时候再提出。 主题讲座的内容仅代表嘉宾本人的观点,不代表主办方艾家网的立场。 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正常听讲,以上讲座规则一旦有人违反,将会被立即移除群,如有不便之处,还请大家了解。 在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嘉宾之前,我还想再花一点点时间代表艾家网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向Echo和冯涛两位讲师表达一个特别的致谢。 大家在微信上建立一个群,做一个语音讲座,其实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作为纽约市的官方工作人员,在微信这个社交平台上和大家进行这样的交流,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达成的事情。 这其中,我们经历了层层审批,就不用说了,而其中的内容的选控,版权的考量,数据的出处,能否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等等方面,需要考虑的细节和所受到的限制,可以说是大大超出大家所能想象的范畴的。 就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都注意到,这次海报上主题写的是心理健康急救中文推介。 大家注意到这里没有用讲座这个词,而是推介。 也就是说,单就海报上能否用讲座这个词,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和Echo他们都是经过了反复的推敲,最后才认定推介这个词所造成的奇异最小。 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微信推介的达成,也是纽约市市政府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而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次推介,完全在于两位讲师的大力协助。 所以我希望对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纽约市市政府对这次本线上推介的支持表达最真诚的致谢。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今晚微信推荐的内容,因为有之前提到的各方面的限制,在微信上不能提及任何具体的人名,也不能对任何个案进行分析和点评,其中的不便之处还请听众朋友们谅解。 那么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Echo和风涛两位两位老师,做今天的心理健康急救中文推介。 大家好,我叫Echo,我的全名是Echo Song,我有一个比较好记的中文名字,叫做宋一针。 如果你没有办法想明白到底是哪三个字,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这样记,打一针,宋一针,这个就是我的中文名字。 谢谢大家,我们下面请冯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谢谢Echo Song的引荐,谢谢海东,谢谢爱家网,也谢谢社区里面好多人士的支持,所以才能让今天的这个推介活动进行下去。 那我的名字叫黄丰涛,我也是来自纽约市卫生局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课程的讲师。 希望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简短的简明的资讯和对心理健康急救培训的一些介绍。 那么首先就由我,我是Echo,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健康急救,它的英文名字叫做Mental Health First Aid。 这是一个时长八个小时的公共培训课程,那为参加培训的人提供必要的技能,在遇到经受心理困扰的人,药物或者酒精使用过量处于危机的人,在专业救援到达之前,那急救援就可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 类似心脏复苏数,CPR的培训。 这个课程呢,设置为八个小时,那证书呢,是由美国行为健康协会,英文名字叫做National Council of Behavioral Health发放,该证书对于常与大众及各类人群打交道的职业,是有非常好的积极的作用的。 目前呢,纽约市教育局、市政府雇员、药剂师、市立大学的学生、心理或者护士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参加这个培训。 从知识的普及和功能来说,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参加心理健康培训,学习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如何帮助家人及朋友,如何帮助同事及邻居等等。 心理健康急救培训,目前呢,有大概五至六个版本,那么中文的版本现在只有成人中文版,青少年中文版即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开放。 那么我们还有针对老年人的老年版,高等教育版,退伍军人版和公共安全版,均只有英文版,成人版和青少年版,还有西班牙文的授课。 任何成年人均可在纽约市行政区内报名参加,目前这个培训是免费的,参加者必须年满18岁,如年龄是17岁的话,那就必须要是就读高中最后一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enior in high school。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冯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培训知识点,还有。 那么我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课程的起源,我们这个课程是在2001年的时候创办于澳大利亚,它是由一名护士叫做Betty Kitchener和她的先生一起共同创办的,那有一天呢,这个Betty和她的先生两个人在海边手挽着手遛狗的时候,Betty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心理健康没有被纳入急救培训的范围之内呢? 好多人通过参加急救的培训,像Echo刚才说的CPR心脏复苏术的培训学习,就懂得说看到有心脏病的人要怎么办,至少也会知道要拨打911去求助, 但是我们身边好多人看到别人出现恐慌发作,或者是有时候会很担忧,担忧朋友同事有酗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那这个就,这个就是Betty,她最早决定要创建这个培训的一个起源,那后来,她的先生因为是一位心理学的这个教授,所以他们两个人创办了之后,很快在全世界推广开来,在2008年的时候传到美国,那到了美国之后,因为课程呢,她本身是有版权的,并不免费向社会开放, 所以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一些大的机构,一些大的组织可以邀请讲师去讲课,那这个课程,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课程的内容,那这个培训之中呢,我们会了解到抑郁症,焦虑症,会讲到自杀,自我伤害行为,会讲到思觉失调,psychosis,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精神错乱,常见的一些症状,包括妄想,幻觉等等, 以及面对创伤事件后的一些应激反应,还有物质的滥用和使用失衡,比如说酒精毒品药品,我们所常说的substance use disorder,我们会详细的讲解每个疾病的表现和症状,并且教给大家说,如何应对和协助,正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的人们, 另外我们课程还会通过一些科研的数据来展示,了解心理健康常识的一些重要性,那首先呢,心理健康问题它是非常常见的,就拿我们最常听到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来说, 全美范围的一份调查表,NCSR的数据就显示说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大概医生都有28.8%的几率会罹患抑郁症,几乎是三分之一,那另外还有大约16.6%的几率呢,罹患临床抑郁症。 再次来看呢,心理疾病相对来说,发病年龄都比较低,根据另一份全美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心理疾病在14岁以前就会出现,那另外四分之三的心理疾病呢,都是在24岁之前就出现了, 例如焦虑症呢,它常常就会在儿童时期出现,比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小朋友的一些行为,害怕上学,或者是在学校完全不说话,不敢说话等等,那可能就是焦虑症的一些表现,也常常被家长呢,以一些孩子胆子小,或者是说刚来美国英文不好,为理由而忽略掉。 那另外呢,情绪问题呢,也常常会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好多时候呢,这些行为,这些反常的情绪的变化,也常常被父母以叛逆期这个理由,就不小心忽略了,那酒精和药物的成瘾失衡状况呢,往往在20多岁就产生。 这么早的发病年龄,很容易影响到孩子的行为,还有他们以后受教育,进而影响成年之后的发展,比如说健康的关系,承担社会责任,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等等,都会产生影响,甚至呢,还会非常严重的妨碍这个人一生的行为能力。 那还有一点呢,心理疾病引发的伤害,往往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例如抑郁症患者,他自杀率的比率就比一般人群要高很多,刚刚开始的时候,海东也说了,我们在媒体中,几乎每周,甚至隔几天都可以听到这方面的很惨痛的故事哈,那严重的心理疾病自杀率就更高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每年全世界有80万人是死于自杀,那这个数字的概念呢,其实是自杀的人数,他高于因为谋杀和战争丧生人数的总和。 那在美国呢,每13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自杀而死亡。 另外呢,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2017年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说,美国每8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毒品药品酒精等等使用过量而死亡哈。 那Echo稍后会给我们带来亚裔社区的一些数据和比较针对我们华裔社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可以不难看到,相比较其他高危的一些生理疾病来说,自杀其实是为数不多的,我们可以预防的问题。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将会学到说,怎么样跟有自杀念头,自杀想法的人去谈话,怎么样进行评估,那之后有哪些社区资源可以使用,可以进行帮助。 那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样这个心理健康急救的课程来到了我们纽约市,然后我们如何能够有现在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向全纽约市的市民推广。 这个事情呢,要从纽约市的市长夫人Sherlene McRae说起,那她呢,在2015年的时候,16年的时候创立了ThriveNYC,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那个它下面涵盖了50多项,都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小的项目。 那么其中呢,心理健康急救培训,就是我们现在推广的这个课程呢,就是所有这些项目的基石,这个项目呢,每个人的费用是170块美金,那目前只在纽约市行政区内是免费的。 那我们呢,可以看得到啊,在亚,在华人社区,亚裔社区啊,这个心理健康疾病的问题,其实是不被,不被很多人知道也不被看见的,常常是隐形的。 可是我们的,我们社区的民众呢,一直都在,呃,经历了这样的痛苦。 那么根据,呃,亚美联盟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亚裔妇女,全美国自杀率居首。 那12岁至25岁的亚裔女性,全美国自杀率居首。 啊,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各种族,只有亚洲人,自杀列入前十大致死原因。 13至18岁的亚裔青少年,第一致死原因就是自杀。 因为这样面,要面临这么大的严重的严峻的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说非常的感谢爱家网这次的推广跟努力。 啊,我们只有培训,呃,更多会讲中文的急救员,才能让心理健康的知识更加的普及,能够消除人们,他在人们当中的耻辱感,啊,带给心理疾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康复的希望,啊,让患者跟家属能够勇敢的积极的寻求专业帮助和治疗。 那因,如果有了这样更多的心理健康急救员呢,那也可以减少自杀悲剧的发生。 纽约市市政府呢,目前是预计要培训25万纽约人成为心理健康急救员。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常常与文化和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那因此呢,培养,培训讲中文的心理健康急救员呢,就会对我们的社区有着重大的意义。 培训越多的数量呢,讲中文的急救员,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社区改变对心理疾病的固有观念,那消除耻辱感。 心理疾病呢,就与其他的疾病是一样的啊,得到同等的对待。 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在解决心理疾病过程中体现积极的作用,我们都可以互相帮助。 好,谢谢Echo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于中文的亚裔的,可以会讲中文,会讲其他语言的心理健康急救员的培训。 好,那有人会很担心说,你们这个八小时的课程会不会很枯燥,一整天坐在那儿,会不会很累。 好,那其实如果来参加过我们课程的人可能都了解到,我们尽量会使尽全身解数,让这个课程变得更有趣一些。 所以我们的教学方式呢,也希望是更加的多元化。 那除了常用的幻灯片,播放视频以外呢,我们还非常强调课堂上的启发,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和分享。 那也有很多的互动和案例,场景的练习,现场的一些急救姿势的练习等等。 那这样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的将学到的技能运用到生活之中。 那另外课堂上呢,大家还可以了解不同的服务的区别。 比如有的人就很困惑哈,辅导员啦,心理咨学师啊,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到底都有什么区别? 我如果想去寻求帮助,应该找谁哈,那我们课程会讲到这些。 另外呢,我们的课程还会讲到,帮助参,还会讲到一些社区资源,可以帮助参加培训的人了解中文的一些心理方面,精神科方面的可靠的资源。 像我们刚刚说的,在Thrive NYC下面,有一个纽约市府设立的一个电话的专线,热线,叫做NYC Well。 嗯,它呢,就是为,可以为民众提供免费的保密的心理健康的支持。 那,呃,这个服务呢,它是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在线聊天等等方式,与执照的心理咨询室进行交流。 NYC Well呢,它可以提供200多种不同的语言,全天全年24小时7天都是没有休息哈,那所有的界线员刚刚也说了都是经过培训的咨询师。 所以呢,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自杀预防,还有危机方面的咨询,如果出现精神健康的危机,心理健康的危机的时候。 那,呃,另外呢,呃,还可以帮助你安排就诊,告诉你,呃,做一个短,简短的评估,看看什么样的资源更适合你,或者帮助你获得其他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 那,另外呢,它还有随访的服务,就是以后还会再打电话给您,确定您是不是已经确,呃,已经获得了需要的服务呢? 而且这个服务对您是不是有效,呃,总之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而且是免费的保密的这样一个服务。 忘记说它的电话号码了,NYC的电话,NYCWELL的电话号码是1888-692-9355-1888-NYC-WELL,那中文的话可以直接按4,或者发短信Chinese过去就好了。 那我们可能下面请,呃,Ico老师介绍一下,我们如果想报名的话,呃,要怎么样参加我们的课程。 那么,这么好的课程,我们到哪里去上呢? 我们已经经过了,我们从今年的4月份,呃,开始呢,呃,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扩充了大概15至16个,啊,还在这些地上课的地点还持续在增加中。 那么,目前现在我们上课的地址,呃,涵盖了皇后区,法拉,皇后区,然后主要是在法拉省,啊,布鲁克林,呃,Chinatown华部都有多个上课的地点。 那么上课的时间呢,排期呢,我们都是从每个星期的周二至周六,几乎啊,你都可以找到某一天是跟你的时间,或者是离你的住址比较方便,比较近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合适的时间及地点上,报名上课。 目前呢,艾家网也已经有了专门为会员开设的排期课程,那么请与艾家网的工作人员联系。 啊,谢谢Echo的介绍,嗯,没错,艾家网和纽约市市政府的这个合作,也会举办线下的这个心理,呃,心理急救,心理健康急救的这个中文培训课程,呃, 呃,我们现在预定的是在六月三十号,在呃,呃,呃,佛光山,还有七月七号,在,呃,治地大厦,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法拉圣周边地区的,进行的中文培训,稍后我会把具体的信息再贴重来。 那么也谢谢刚才Echo和风涛两位老师为大家进行的课程的一个简短的介绍,还有它的历史,它的发源,它的作用是什么,呃,呃,下面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文字进行提问,呃,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输入下面的指令。 在大家准备提交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否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心理健康急救的中文培训课程,呃, 呃,参加的最多的是什么什么类的人,就是更适合什么人去学习,呃,是不是就是说是自己家人朋友有这方面的隐患的这些人会去学习呢,还是说有呃, 呃,其他的方面的这个需求的会去学习呢,我介绍一下。 好,谢谢海东的提问,呃,凯东刚才有问到说,来参加课程的听众,哈,一般或者是同学,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呃,我们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会建议说,呃,任何人只要想要多获取一些心理健康常识的人,成年人,哈,都可以来参加,呃,那其实,问这个问题呢, 呃,也是因为我们社区中一定还会有很多的,我们对心理健康的非常负面的一些固有的印象,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有有有一个人去参加心脏复苏的培训,呃,的课程,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就是追问哈,一直一直问到底说,为什么你非得要来参加这个课程,那可能有好多人就只是想了解一下基本的知识,呃,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课程了解更多的心理健康的知识,不一定非得是家里面有病患的人,我来回答一下爱洋洋同学他提的问题,呃,他的问题是为呃,有没有线上的这种培训呢,都是线下的课程吗,呃,据我所知呢,关于心理健康这一块的呃,培训呢,有很多线上的培训,可是没有心理健康急救这个八小时的课程的培训, 我们是没有线上的,呃,如果大家有有经验的参加过这个线下培训的人,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个培训无法在线上进行,啊,因为这个现实的实际的培训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非常多的互动,我们需要看到对方的脸,对方的眼睛,对方的情绪反应,啊,所以这个课程是无法在线上进行的,呃,请大家明白这一点。 对的,我们现在目前只有线下的课程,没有线上的课程,因为我们刚刚介绍说,我们课程中会有非常多的互动,呃,教学的方式也很多元化,很多东西是不能够通过视频教学来够,来完成的,哈,那另外我们的教材所用的这些教学的内容,都是有版权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制作一个在线的, 那在线的教程,然后公布给大家去看,另外之前也说了,这个课程本身不是免费的,所以呢,呃,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这个方顶,呃,可以有这个资助哈,所以可以免费提供给大家,也请大家抓紧时机,因为也许几年过后,这个方顶没有了,就不会再免费提供给社区了。 我们有其他时间的课程,不一定都是周六周日的时间,呃,稍后我们会公布具体的报名的方式,另外,刚刚有一位佩佩同学问说,我之前已经参加过一次培训了,可不可以再听一次,没问题哈,我们目前为止来多少次都可以,我们确实是有学员来听过一次,然后又再回访的都有,因为毕竟八小时的课程确实是很多哈,呃, 那听起来也很辛苦,那有好多内容,可能都是第一次接触,听不明白的话,再回来都没问题的。 其他的周也有这个课程的,但是可能应该不是免费的,但是每个周都有,但目前中文的呢,只有在纽约有,纽约市有哈。 好的,谢谢大家的积极提问,不过今天讲座差不多时间也到了,再次感谢Echo和凤涛老师在帮忙忙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为大家进行分享。 刚才已经提到,埃家网将在6月30号周六在法拉圣的活光山,7月7号周六在法拉圣的智地大厦,还有就是我们的合作组织纽约亲子互助,也将在7月14号周六和7月25号周三, 举办多场心理健康急救的中文培训课程,这四节课程呢是,现在下面这个月马上就要开启的课程,目前课程都是免费的,请大家招紧时间保明,对培训课程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欢迎扫码,进入心理健康急救培训咨询群,进一步的了解详情。 外周的可以上mentalhouseforstate.org上面去查询,网址是www.mentalfirstaid.org 这个课程呢,现在目前在全美国,呃,很多周都有啊,包括加州已经培训了超过3%的加州的人口,呃,可是呢,呃,你在外周上课呢,就是没有中文的,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找,啊,这个网站上有,他们有上课的地点, 你在哪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当地的这个培训的一个,呃,呃,连接就好了,呃,呃,这个,这个培训课程在外周没有中文版,啊,没有中文版。 资金群里头会有,呃,大家网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纽约亲子户住的工作人员,在群里帮大家解答,下面开课的具体的事宜,如果有大家希望开课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安排,呃,谢谢大家关注今天, 今天晚上的讲座,呃,请大家继续关注爱家网公共号,以便获得下期微信讲座信息,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